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它的面积达到1.4万平方公里 面积非常大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公园 实际上它一方面 它是遵循保护老虎的自然规律 因为我们知道老虎 它是生态系统 顶端的物种 通常 它需要极大的棋地 它的领地 一只成年雌虎的领地 通常需要数十数百平方公里 同时呢 老虎它的生存 它需要非常丰富的食草动物 一只成年虎它的生存 每年它需要的猎物的种群基数 是数百只 所以说如果要成功的恢复保护老虎 它必须要一个非常丰富的食物链 它要养育一个非常丰富的食物链 它需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态系统 感谢观看 它需要千万个小火 请观看